您好欢迎收看影响世界我是黄慧玲 从1996年开始的每个夏天云门都会有户外免费演出 不只是在大城市他们更深入偏乡让更多观众欣赏现代舞 时间很快今年是云门户外公演的20周年 很多从年轻的时候就看云门的观众现在已经是爸爸妈妈了 他们西家带卷坐在广场上只为了每年一次跟云门的相会 林怀明说20年来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每一张坐在广场上 仰起头看演出的观众的脸 因为那代表着对云门的期待也正是云门进步的力量 酷热的夏天两厅院广场从下午就开始聚集了人潮 许多人歇家带卷的坐在地上等待着每年一度的云门五级户外公演 一转眼已经20年 我们也曾经年轻过对不对 对我们也曾经年轻过 我们也有梦想对不对 20年里面我们长了很多白头发 没有错 可是我们也做了一些事 林怀明说云门会开始户外公演 是因为企业家蔡宏图的一通电话 云门跟他一起完成了这个梦想 当时我只跟林老师拜托说 我们一年做两场 有一场一定要在台北市 我说另外一场随便你挑 但是我希望有机会到全台湾各地去挑衅 二十年来云门的足迹舞遍了全台二十一个乡镇 累计演出五十三场次 已经有数百万的观众在户外广场上 欣赏过云门的精彩演出 广场上大家肩贴着肩在那边看东西 然后讲话互相交朋友 那是一个很感动人的事情 那到最后有人问我说 那这个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帮助 我只能说如果我不去的时候 很多偏远地区的人 他永远看不到这样的演出 孩子眼睛没办法发亮 大人永远就守着八点档 所以当大家把电视关掉 走出来来见面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夏天举办的户外公演 时常要跟老天爷赌运气 林怀明说 有时候几万人在雨中等候 不愿离去的画面令人感动 每一年户外演出的时候 其实很怕遇到下雨 有好几次在户外公演的时候 演到一半突然下雨 然后你就会看 从台上望下去 你就会看到现场的观众 马上就拿起 大会帮他们准备的雨衣传赏 然后都不肯离开 然后从台上望下去 就是一片的黄色雨衣 还非常的壮观 成立超过四十年的云门舞集 即使扬明国际 却从来没有忘记 要跳给自己人看的初衷 每年的户外公演 就是敦促云门进步的力量 你的脑海里面 永远是几万个人的脸 这些人 推着你走 他支持你 而这些人也辩策着你 让你知道说 你不管走到哪里 你代表这些人 同时你不能够辜负 他们坐在台上 两起头来 对你的那个期待 我永远会记得 在屏东 在埔里 那些欧巴桑 我要找林老师 我要找林老师 再演完女儿就跑到来 拉着我的手 说林老师啊 我无意逃到我都不 可是我好感动哦 今年渔门为观众呈现的户外演出 是林怀明向大地致敬的作品 《道河》 它是一个收成的时候 它跟我们的生活它有关系 还关于耕耘 关于收获 关于毁灭和重生 从池上走出来的一个 我变成云门近年来最受欢迎的舞 持续不间断二十年 云门五级的户外公演 用一场场的演出 生成了台湾引以为傲的文化风景